又香又脆,麻香味十足 大家晚上好,我是夜猫 今天花了28元,在路边买了一块肉 今晚宵夜来做吃火锅必备的麻椒小酥肉 开干 因为没有买到里脊肉 所以我选了一块后腿肉 切好的肉 加入花椒面、盐、糖、料酒 腌制30分钟,入味取腥 准备一个炸酥肉的面糊 面粉和淀粉1比1的用量 加入两个鸡蛋 加入花椒粉、盐和清水 充分搅匀,面糊就做好了 腌好的肉充分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先炸第一遍 炸到金黄之后捞出 油温升高之后复炸第二次 让酥肉香脆 再使用群带菜来做一个爽口的下酒小凉菜 群带菜使用凉水泡发 加入黄瓜、大蒜、小葱、辣椒段 提前煮好的鸡胸肉、生抽、醋、盐、鸡精调味 喝入热油提发香味 香酥可口 麻香味十足的小酥肉就做好了 绝对是一道下酒硬菜 这个小酥肉反正是吃火锅必备的 这个是烧烤料 这个是凉拌群带菜 nice 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